大家今天我们来看一块摩歇座的硬盘 机主那边的描述之前只是偶尔不能开机 到现在是完全不能识别了 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电脑在短期间内 频繁的出现启动失败或者死机难屏的情况 这往往意味着硬盘可能要出故障了 第一时间就应该排除一下硬盘的问题 好比如说更换一个新的硬盘 看一下会不会死机难屏 如果里面的资料特别的重要 千万不要尝试反复的来回开弯机 这样可能会导致固件彻底损坏或者数据丢失 虽然我这样经常提醒大家 但是还是避免不了 有不少网友出现问题以后才想到我的 硬盘刚才我也上级检查过了 它目前的情况就是连短接都无法识别到的 这个主控是阴刃的 IG5216 说起这个主控 我最近收到了很多阴刃的主控用户求助 不管是在同行那边 还是直接客户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用着用着的时候 这个硬盘突然就变成两G了 两G是阴刃主控的入模式 而且这些硬盘的写入量一般不会超过20T 购买年份基本上也是今年吧 这并不是虚悍的 因为有不少同行已经踩过这个虚悍的坑了 不知道是阴刃的固件优化有问题 还是颗粒的问题 反正不管是入门级的5216主控 还是旗舰级的5236主控 他们都会遇到这个情况 之前也有5236主控的网友找过厂家那边 并且把硬盘也发过去了 给出的结论我也没看懂 大概意思就是厂家也恢复不了就对了 现在我手上的这一块盘 它的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并且会有跳变 咱们短接来看一下 这个刚才我也短接过 无论我短接哪里 这个电流它都是一样的 这个并不是供电的问题 刚才我也测量过这些供电的电感 正常情况下短接这里应该是0.2的电流 然后再跳回0.15左右的 刚才我又摸了一下 这块硬盘上面的颗粒温度 是明显要比主控温度要高的 咱们开一个热成像来看一下 左边是主控 右边这里是颗粒 明显要比它亮一点 而且我还发现 这块硬盘螺丝接口这里 好像有点掉皮 估计是上螺丝的时候磕碰到了 但也不排除可能是掉皮引起的工作异常 为了确认它的主控是不是好的 先让我把这四个颗粒全部给它拆下来 为了防止误干 还是再重新给它确认一下吧 短接确实认不到这一个主控啊 颗粒这边我已经给它拆掉了 另外我还看了一下 旁边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定义点以及接地的 这两个地方的铜皮它们连接在了一起 我也顺便给它分开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流有没有什么变化 OK 这一次的电流应该对了 这边上机也可以正常识别到一个2G的固件模式分区 而且刚才我也单独测试了一下 颗粒的ID它们都是可以出全的 现在我们再把这几个颗粒给它重植一遍 再干回这一个主板上面 看一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电流现在应该是正常了 之前是一直会卡在0.25那边不动的 咱们上机看一下 好像还是没有识别到啊 再来短阶试一下吧 现在短阶识别是正常了 可以正常读到一个2G的路模式分区 之前短阶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接着我又上设备检查了一下 这一块盘它上电以后过一会 这个PHY的状态灯它是会灭掉的 咱们先断电 然后再通电 现在PHY是亮起来了 证明这个主控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过一会就灭掉 这证明百分百就是固件的问题了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硬盘的原始故障了 之前这里有破皮的地方 很有可能是机主那边在拆这一块硬盘的时候 不小心磕碰到了 恰好造成这里的信号之间短路 才导致这个主控无法识别的 虽然现在问题找到了 但是之前也有网友找过厂家那边 目前厂家判断它都是属于绝症 所以我这里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 营验主控的固件问题 目前也是属于世界级难题是无解的 所以自然而然这个资料也是无法被恢复的 之前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也遇到过 只是这一类主控最近的求助变得比较多 当然也有网友为我出主意 问拆颗粒读芯片行不行 或者斑把可不可以 在这里我就要给提出这个问题的网友 破译盘冷水了 首先颗粒就算读出来 里面的数据也是加密的密文数据 这总得解密吧 其次就是LDPC的纠错方式也需要破译 还有就是主控从SLC缓存到TLC的工作方式 等于大堆的东西也要考虑进去 这无异于把整个主控的工作方式给逆向出来差不多 第二个斑板那就更不靠谱了 这个固件是写在颗粒里面的 不是写在这个主板上的 我视频上的斑板是检测到主板有损坏的情况下 在无法修复的时候才会考虑斑板的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用到这一款主控的硬盘 建议还是常做备份防止资料丢失